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2012年的Paper 2第37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Led的AN就代表N的Terms of An Aromatic Sequence 它就說,如果第18粒A18等於26,And A23等於61 它就問你,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rue 以下有三樣東西,逐個option說 事不宜遲,拿單案出來再說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按個按鈕,題目出來了 不用急急急,大家很方便 好了,來了 因為怕不夠位,我寫過一點點 先看看option1 由於現在的題目告訴我們 就是第18粒A18等於26 所以,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 所以,其實就是A 再加18,N-1成D 就是18-1 再成D 不過又說真的,如果你熟 你熟AS是什麼 你都不用這樣 去背那條Journal Term出來的 第18粒應該就是A加17D 就是A加18 會等於26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們就叫它做一色 當然,第二樣我們知道的資料就是 A23就是61 由於A23 就會等於61 所以,所以發生什麼事 所以,第23粒就是A加22D 如果你熟AS的話,就知道我講什麼 就等於61 所以,換句話來說,這個叫二色 你有兩條色 這次當然是解方程一及二 就是按Sorving 1 and 2 OK 好了 解方程一及二 不要用手去計這麼傻 有計數機替個人幫你 我給了你 所以,肉之詳情你問我 如果忘記了 A就是等於93 計數機可以按出來的 不用死給它 and那個D 就會等於7 好了 所以 我們得出 一個結論 換言之 就是什麼 就是An 好了 An根本上就是等於什麼 就是A加N加1乘D 就是負93 再加N-1 乘D D當然就是7 好了 整理好 把7乘D 拆掉 乘D 再說 負93 還要再減多7 當然就是減100 乘D 乘D N就是7N 才是7N 再減100 Geral Term 就是這個 可以嗎 換言之 答案都出了 所以 他今次問你 A14是否大於0 這裏 A14是否大於0 那就算一算 A14 就等於7乘14 再減100 因為N做14 所以其實最後按計算機 會發現 是負2 負2當然就是小於0 所以 換言之 我們會知道 所以 嘩 很難看 就是 1 是正確的 1 1 2 OK 那就是1 適合 那我先剔掉它 好 這條題目應該不會太夠位 那不如我先割線 先 在這裏切 對啦 分成兩部份 好 繼續啦 那就 好 第二個 那我看看第二個 搞什麼 好嗎 那第二個 就 看一下 先 不如在這裏做 好嗎 好 第二個 他現在 就問你 A1-A2 是否小於0 那我們會看到 其實A1 即是A 是吧 好了 A1 即是A A即是負93 至於A2 A2 你也要計算 給別人看 A2 當然應該會 加多7 上去 就是負86 所以 記錄給別人看 就是由於 那個A1 就是負93 即是第一顆是負93 即是負83 即是負83 因為這個是A2 所以加一個 comandifference 上去負93 再負83 即是負86 是吧 好了 所以 做給別人看 就是A1 減A2 其實根本上就是 負93 再負83 再負86 即是 換言之 這個是 負負得正 負7 是吧 這裏 小心點 拆個故具 負負得正 所以負7 即是小於0 所以 換言之 我們知道 第二那個也對 2 is true OK 即是這個也對 好 至於第三那個 第三那個 究竟玩什麼 我們先看一看 第三那個 他問你 A1加A2 加加到A27 是不是大於0 很明顯 就是問你 我先寫下 好嗎 就是 A1 加A2 A2 加A3 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A27 很明顯 就是問你什麼 就是 S27 對了 Sum of 這個 Aromatic Sequence 是不是 第27個 第27個 所以有公式的 而 你給我計 就會等於 N over 2 N就是27 就是 然後 2A 當然 A就是-93 好了 再加 N-1 N就是27 再減1 再 整個 D出來 整個D 就是D 剛才計算過的就是7 這裡全部都按了 你會發現 這個是-54 而-54很明顯 這件是小於0 它怎會大於0 所以第三個都拜拜 回回人 就是 所以 3 is not 好可以了 true 即是第三個拜拜 即是正確答案就是12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是1 2 1 2 即是A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